我们接下来讲一下构造函数 刚刚呢我们用这个构造函数呢创造了一个对象 然后呢现在我们确认一下 构造函数呢大家去写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 名字呢固定的就是这个 名字 两个下滑线 INIT 就是INITIAL的缩写 INITIAL的缩写 然后呢后面再跟两个下滑线 然后呢小括号 这就是我们的构造函数的一个特定的写法 这个名字是一定是固定的 好吧这一定要记住 然后呢我们现在说通过构造方法 对不对 我们产生了对象 那么实际上呢这个过程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去调用的时候呢 那么我们调用的 当你去调用这样的方法 SE等于 STUDENT 什么什么的时候 这时候实际上呢这个过程呢是什么呢 是调用两个方法 一个是这个方法 NEW 看到没有 NEW方法 它用于创建对象 朋友们大家注意啊 咱们的整个工具是分两步 它把一个对象建好了 把这个对象建好了 在这个对象里边 属性什么都什么都没有 只是这个对象建好了 然后呢我们会干嘛呢 在调用什么 调用我们的这个方法 初始化的话 就是我们的构造器 构造器负责什么呢 负责 它并不是负责创建对象 而是什么呢 负责初始化 创建好的对象 初始化是干什么呢 说白了就是给我们的实力属性复制 就给我们这的什么相关的属性 一个个去复制 比如我这个STUDENT里边 那就是我的什么 什么Name啊 对不对 什么Score啊 这些属性 干嘛呢 刚为他们进行复制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我们的这个 构造函数 它的作用是初始化对象 而不是创建对象 对象是通过 new方法创建好了 它利用来初始化 那么这个new方法 大家注意啊 一般情况 我们是不需要去重新定义的 每次我们重新定义的是它 new我不需要去管它 好吧 大家只要知道有这么一个东西就行了 把它们的作用分开 就OK了 好 那么咱们回头再往上走 那么现在我们说 一个对象建好之后 以前我们讲过 一个对象建好以后呢 一个对象有这样三个基本的部分 有我们的什么呢 有我们的ID 当然实际情况比我们 比我们这写的复杂得多 一个对象啊 有我们的ID 还有我们的类型 对吧 包含了我们这些类型 还包含了什么呢 还包含了我们的value值 咱们前面讲的是不是这个 那现在我们说的一个value值 实际上是什么呢 就是属性和方法 那我在这儿呢 就可以用 属性和方法 就是我们的value值 对吧 attribute 什么method 对不对 这些 就是我们 现在 创建好了对象的什么 value值 你可以这么去看 注意啊 我说的是示意啊 还是那句话 这是示意 内存的示意 这种情况跟着 跟着是有差距的 有差别的 那么这就是我们对象的 一个示意图 然后呢 建好之后呢 我们刚刚说 构造器呢 第一 名称固定 第二 第一 一个参数 固定 必须为self 打开我们刚刚写的代码 我们可以看到 所有的构造器 必须要有self 而且是第一个 这是固定的规则 懂得的意思吗 包括我们的什么呢 普通的方法 它也是什么 第一个参数是self 也是一样的 那也就是说什么呢 这些只要是类里边 定义的我们的普通的方法 都需要加什么 都需要加self 加了self 那就变成方法了 对不对 属于我们对象的方法 好吧 那么它我去调的时候 我就知道 这个方法 是这个对象的方法 明白了吗 这个大家必须要注意 必须要注意 然后呢 以后呢 出此话的时候呢 就全部用我们 刚刚这样的写法 基本上都是我们 这种写法 没有什么 特别需要创新的东西 你有两个属性 那就用self .name self.sco 如果还有别的属性 就继续往后加就行了 然后呢 把外面穿的值 全部用什么呢 全部用行餐写起来 通常呢 这个行餐的名称 跟这个名称一样 通常 当然你可以不一样 你说我这个店 叫ABC行不行 没问题随便 那你只要保证什么呢 对应的这些负质就可以啊 好吧 通常是一样的 一样你也别担心 说这个属性会不会 对吧 会不会哄响了呀 不至于 不加self.sco 那就是行餐 加了self.sco 那就是什么 这个对象的属性 很容易区别 好吧 还有点就刚刚说的 通过这个类名 参数列表来调用构造器 就是说我们 在这儿呢 这个 通过它 就是调用了我们的构造器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构造器里边 是没有 里面语句的 它没有返回值 对不对 通过类名 对吧 括号来调用什么 构造 构造函数 那么它这里边是什么呢 是 我们看 调的时候呢 是什么呢 是没有那个 维腾语句的 没有维腾语句呢 也 但是呢 它也就是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没有返回值 懂我意思吗 没有返回值 当然了 实际上是什么呢 当你去调的时候呢 实际上会把谁 会把你建好的对象返回去 这是语法规定的 对吧 返回去 但是你不需要写 里面语句 就当做是没有返回值 就行了 大家各种书上都说 无返回值 那咱们就也说是 无返回值就OK了 好吧 这是关于我们这个 构造函数 它的一个 基本的介绍 然后呢 还有这个是 给大家强调一下 python中self 相当于C++中的 self指针 Java和Csub里面的this 然后呢 大家注意 注意啊 这些的含义 其实都是一样的 都是指什么呢 刚刚建好的 当前的对象 调用我这个 构造函数 当前的对象 就是我们这个 new这个方法 建好的对象 他们的含义 其实是一样的 各种语言里边 然后呢 self呢 必须第一个参数 名字可以随便改 爱叫什么叫什么 也就是我们在这呢 你爱叫什么叫什么 你叫个s也行 懂我的意思吗 你叫s也行 关键是这个 来我们看一下啊 正常 看到没有 你不管叫什么都行 关键是一般情况 大家都习惯着叫什么呢 叫self 你念着就 这个地方 没必要去创新了 大家都习惯叫self 那就self了 好 这些地方 千万别创新 自己搞个名字 把别人看糊涂了 好吧 但是我要告诉你 是什么呢 这是随便可以起名字的 但是呢 随便起的名字 它仍然是什么 仍然是我们的 就是self主代的 当前对象 好了 关于这个出手 这个我们的构造函数 咱们就讲到这里 对不对 同时 我们的一个受伤 已经把一个努力 有所在 Health